今天这个百字故事读起来有点无奈 而且它的标题我觉得很有趣是 它是一个我觉得在中文世界好少见到的字 可是在我所熟悉的英文世界里确实很常出现 叫做autoimmune disease 我们把它翻译成是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所以你的免疫性有些问题 我这边读一下中文 人体异常的免疫反应会攻击正常细胞一个所产生的状况 所以常见的症状包括发烧感到疲劳之类的 所以就是你的身体会攻击自己或是什么的 所以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这叫做autoimmune disease immunity就是免疫系统 好那有什么问题呢 这里的故事在说什么呢 我们先把它读过去一次 I read a quote that an overweight woman's shirt said a guess and Arnold Schwarzenegger answered thyroid problem and I think of this when I pop a level thyroxine 大概是这样念 see my figure getting rounder my once flat belly needing taming a tuck into jeans button up high and I wonder how his bulky muscles look now and is he popping steroids slamming monsters is he choking down diet pills with slim fast skin flaps hanging and is he wishing his body would be some version of itself he recognizes if it will keep waging a battle he's just too weak to fight 结束 好在说什么 这故事我自己消化了一下才觉得看懂了 所以他曾经 开头说来的 他曾经读到了一个这个quote 就可能是报纸上引用了一句话当成一个笑话 so I read a quote 那这个quote就是说有一个overweight woman的shirt 说guess 这什么东西啊 好总之有一个肥胖的女性 overweight就国重 那但他加了所有格 所以有一个胖胖的女生 他的衣服 衣服上写着这个牌子 所以衣服的品牌就是guess 那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都熟 我google了一下 大概你看一下荧幕 就这个品牌 那guess这个品牌 你把guess这个词翻成中文就是猜 猜测的猜 然后他下一句说的是 然后Arnold Schwarzenegger answered thyroid problem 什么意思 你要先知道Arnold Schwarzenegger是谁 他就是魔鬼阿诺 演那个魔鬼终结者的那个家伙 曾经当选过加州州长的那个家伙 所以Arnold他就回答 回答什么呢 假装先问题 这是个笑话 哪里好笑 你就问 好 一个胖胖的女生穿了一件衣服 品牌是guess 可是guess这个字又有猜测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一个胖胖女生穿了一件衣服 身上写着guess 他仿佛就是在 邀请你来猜 猜一件事 猜什么 你眼前是一个胖胖的女生 穿了一个衣服 上面写着猜猜看 你会猜什么 你会猜 为什么这个女生是个胖子 听懂了 OK 所以Arnold的回答就是 假装先问题 那假装先出问题的人 好像就是 因为假装先问题也是一种 我们刚刚讲的 肢体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所以他会造成肥胖 所以Arnold的猜测就是 反正你有假装先问题 所以你肥胖 为什么这好笑 这不好笑 其实这是一种 侮辱人的一个 因为一个胖胖的女生 穿着一件衣服 身上写着guess 他没有要你 去猜 他为什么肥胖 那你往那个方向猜 就是反正就侮辱人 我觉得我也不要过度解释 懂了就懂了 这样子 好 那总之这被当成一个笑话 那接下来这原po就继续说 I think of this when I pop a level thyroxine 所以每当他 吃这个药的时候 就是level thyroxine 那这个药是干嘛的 我也找了一下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个药是干什么的 他的意思就是 甲状腺低下补充剂 总之就是治疗甲状腺 问题的一种药就是了 所以当这个作者 吃这个药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刚刚这个烂笑话 OK 那他吃这个药的时候 他还会看着他的身体 变得越来越圆 因为吃这个药 似乎就会有这一个结果 所以我刚讲可能不对 要是你有甲状腺问题的话 可能你不是会变胖 可是你吃药来处理甲状腺问题 会变胖 就好像我据我了解 好像有女生吃那个避孕药 固定的避孕药的时候 似乎会比较容易 有肥胖跟水肿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副作用之一 所以这个原po写的就是 当他吃这个药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刚刚这个烂笑话 同一时间他又看到 他自己变得越来越胖 see my figure getting rounder figure就身材 round就圆形 然后他沉浸一肚平的肚皮 所以他本来是瘦的 所以see my one's flat belly needing taming 所以他沉浸一肚平的肚皮 就需要来把它tame一下 所以tame这个字 一般来说我们把理解为驯服 就是驯服野兽的那个驯服的概念 我记得小王子跟狐狸中间 他们用的字好像也是这个字 taming 这样子 OK 那他的肚子开始变大了 他就需要把肚子tame一下 这是一个很生动的词 那怎么去tame呢 就是把它塞进牛仔裤 而这个牛仔裤是 就是一路 就是比较高腰的 那他用高腰牛仔裤 把肚子挡住啦 简单的说 so a tuck into jeans that's butt up high OK 扣高的牛仔裤 and 继续写下去 I wonder how his bulky muscles look now 然后他也就去好奇 好奇这个阿诺你这个 bulky就是很大块很大块叫 bulky 所以他的大块肌肉现在看起来怎么样 因为阿诺其实老了 and is he popping steroids 他是不是现在也正在吃着 steroid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呃 我们讲这个在运动中是禁药 肋骨唇 他有steroids 所以他是不是在打肋骨唇呢 喝着那个 就是能量饮料叫monsters 就跟Red Bull差不多 slamming monsters 大血 所以你知道这是一款 一个专有名词 is he choking down diet pills with slim fast 他是不是也是吃着一些减肥药 然后还搭配着slim fast来喝下去 所以slim fast是一种 我找一下这图片给你看 这就是slim fast 他是一种代餐 就是高蛋白的代餐 所以减肥用的slim fast 光他看他的品牌就知道是减肥的 因为slim就是瘦的意思 很快瘦slim fast 然后他的皮现在还 因为其实阿诺老了 真的老了 因为我还最近看过他的一个纪录片 在Netflix上面 所以他现在真的是 全身肌肉都垮掉了 所以他的皮肤呢 就会有那个 就是我们讲说像蝴蝶秀啊 或之类的 我们就叫那个东西flap OKflap 那还有像是 例如说 我都没记错 那种纸箱子的那一个 就是那一个 就是可以折下来 折下来的那个部分 好像也就是flap 这种这flap就是 就是会在那边晃晃晃的东西 这样的flap 好所以他的skinflaps hanging这样子 and is he wishing his body would be some version of itself he recognizes 而他是不是也就暗暗希望着 他的身体 还是那一个他能辨识出来的版本 就是他原本年轻的时候 练得很壮的那个版本 so is he wishing his body would be some version of itself that he recognizes so他所认得出来的 过去的某种版本 if it will keep waging a battle he's just too weak to fight 然后他的身体会不会就是一直 对一件东西宣战着 宣战的东西大概就是老化 以及就是下垂 脊肉全部都没有 所以宣战这个词用的词 是wage这个词 so we wage a battle 那我们有时候讲说 declare war on something 所以对什么东西宣战 所以他是不是在wage一个battle 而这个battle他现在事实上已经弱到没有办法 真的去打了 他已经打不了这场战了 因为他已经太弱了太老了 所以总之后面这整段就是在说 阿诺你当年开这个烂玩笑 现在你看看你又怎么样 你老了你也没有肌肉了 你整个都下垂了什么干嘛的 那你还要笑当年因为吃甲状腺药而肥胖的女生吗 好你会不会就是当年的你可能就太无情的一点点 太没有understanding了 讲了个烂笑话 所以当这个作者在吃甲状腺药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想起了这些事情跟这些的可能性 OK 好所以这个觉得还蛮有趣的百字故事 来我们再读一次好了 I read a quote that an overweight woman's shirt said guess And Arnold Schwarzenegger answered thyroid problem And I think of this when I pop a level thyroxine 这个字我一直不太确定一直不这样练 因为没吃过这个药 See my figure getting rounder My one's flat belly needing taming A tuck into jeans button up high And I wonder how his bulky muscles look now And is he popping steroids slamming monsters Is he choking down diet pills with slim fast Skin flaps hanging And is he wishing his body would be some version of itself he recognizes If it will keep waging a battle he's just too weak to fight 搞定 OK 好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个故事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We'll see you guys 感谢观看